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冬天气温低 不少车主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暖风 但很多车主发现 冬天开空调的时候 油耗比夏天会高不少 车主们就不明白了 理论上来说 开暖风是不耗油的 可为什么油耗会升高呢 汽车空调的暖风 热源来自于发动机散热系统的余热 只要引擎启动 那么热风就可以通过鼓风机源源不断地被吹入车内 因此从工作原理上讲 炙热并不会产生额外的油耗 那为什么有人会说 开了暖风油耗增加了呢 我们很多人就直接开一个自动 而自动开启的时候 就是AC和暖风同时开启 等于你的车空调系统也在开 同时暖风系统也在启动 这样空调系统依然是会耗燃油的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 我们选择一款德系五座汽车做了一个试验 启动车辆 待水温上来之后按下空调自动键打开空调 此时制冷按键自动亮起 意味着空调制冷也被打开了 我们行驶一个小时后 记录下油耗 第二天 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环境中开启空调后关闭制冷按键 以同样的速度和路程再次行驶一个小时 发现油耗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看来关闭制冷键正省了不少油 不过说到这里有人开始疑问了 开空调的时候制冷为什么会自动开启呢 冬季车内温度突然升高时 车窗很快会出现一层雾 所以打开空调时会默认冷暖风同时开启 避免车窗上的雾气出现 但这个现象只是一过性的 当车内温度持续升高 车窗就不会再有雾气了 所以 目前一小部分的汽车比较智能 会在一分钟左右自动关闭制冷 但大部分车型还是需要手动关闭的 如果不关 虽然不会影响制热效果 但是会增加油耗 此外 有些车主刚上车 或者水温刚过蓝色的冷水线 就马上开启暖风 这样做不仅制暖效果差 还会导致油耗升高 因为呢 刚刚过了蓝线之后 它的发动机的能耗转换 热量的转换还不够高 那么你在同时开启了暖风之后呢 增加了发动机的工作的效率 相对耗油量会增加 实际上 当发动机温度上升到90度左右 才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正确的做法是待汽车启动后 让车子中低速行驶起来 待水温过了蓝色的冷水线3到5分钟后 水温升到中线附近 这时候再开启暖风 不仅升温更快 也完全不会增加油耗 很多车主冬天开车时 为了达到保暖的效果 会把空调的温度调得非常高 那么如果室内外温差超过了30度 发动机就需要额外做工 来提供更多的热量 也会增加耗油 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将空调温度设置为18到25摄氏度 不仅舒适性最高 也最省油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